现在我们到洛阳了 早起必须要喝的就是洛阳的汤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在早上我们洛阳的人会约早饭 然后都说是约汤 哦 那是不是能大早起起来跟你们约汤的 都是真朋友 都是真朋友 每次我们 我带你们去喝 快走 也太早了 喝一碗汤 你现在汤是好喝的 六点半就起来了 起来之后都骗了 喝的不行 我从小就在这喝 我上学就在这喝 所以你才喝的又白又高又胖 对 我不怕 我们喝这个约汤才能长高个儿 对 我们要两碗 要两碗一块钱的 然后加一碗一碗 我吃这个铁的 这是锅肥 我饭这一碗 来饼丝 然后再来 我饶一个饼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牛肉汤就是跟外头的汤不太一样 你看虽然都是泡馍泡饼 但是跟鲜的羊肉泡馍牛肉泡馍也不太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这端了一盘饼丝出来 就烙的落馍 就切的感觉像是面条似的 稍微快一点的 一纸的一半吧 对 勺呢 没有勺 牛肉汤 谁喝牛肉汤用勺都用筷子 谁喝汤不用勺 喝汤 你看看哪有人用勺 喝牛肉汤都用筷子 因为你要捞下面的肉丸子虾饼 对 你不用勺 我明白 但你汤呢 顺着 溜着碗好不好 汤烫的 汤烫吹吹 然后这样喝 这是神奇的汤文化 尝尝吧 真的很好喝 让我们尝一尝用筷子喝的汤 感觉一定不一样 可以先把膜掰里头 像我这个是锅馈 这个大锅馈这么大一个 很硬实 像锅盖一样 我这个饼馅就是往里面放是吗 对 我这个就往里面掰 然后稍微泡一下 这肯定很香啊 你先尝尝泡的饼 它有你一动吧 它那个牛肉的香气就从底下拌上来 然后呢 但其实你要直接突然来闻 闻到的先生 它这上面飘的那层辣椒的香气 油香 油香 啥呀 好喝 好喝吧 我吃了冰片 我说好喝 你也认了 好吃 它蘸上了牛肉汤的味就好吃 它好辣 这个带大家来喝汤 我尝尝喝一口 你把那个辣椒油这样吹到一边去 然后喝 清汤就出来了 对 这个汤 在前面的时候还真的是 就感觉那个汤味还是很足 全是那种牛骨牛肉熬出来那种香气 看这个牛肉和饼丝 牛肉包包的一片 然后纹理特别的清楚 这个 别帮我脸上豆拍一下 没豆的 有豆 我还是有青春的 好嘞 这牛肉就是那种牛肉拉面垫的那种 五香牛肉 五香的薄切的牛肉 好吃 和这个饼 放在汤里之后 它牛肉汤感觉你感觉很鲜 然后又沾了它骨头汤和辣椒油的香味 然后它喝起来的话 甜鲜口味又可以自己调整 就是鲜美 没有别的形容词 今天看到那个就说 陆洋人打招呼一般就是 能喝汤喵 喝汤喵就 就是今天喝汤了没 可是早上是这么重口吗 不重口吗 这多清爽 嗯 满满的红油说这真清爽 我们这边孩子为什么长得个子高 从小就喝牛骨汤 嗯 从小喝 然后大家都不缺钙 还有一个来他们饼肉厂之后 最大的一个感受 这儿的身高 无论是小孩 还是像我这样的同龄人 个子都偏高 然后他们在他们厂子里 都觉得 其实我这正当身高 我没想到多高 因为厂里人都这样 1米90正常的 唉 在洛阳 就是去外地上学的孩子 或者说在外面上班的人 已经想了多少种办法 能把牛骨汤带走了吗 还能带走 大包啊 就是想办法呀 我以前想的是 拿上一个保温筒 打它 然后装走 比如背到西安 背到北京 已经坏了吗 然后你知道还有人怎么办了吗 嗯 就这种碗 泡个酥辣袋 盖上一碗汤之后 炸 然后放冰箱里 冻起来 冻成冰子辣 然后想喝的时候 画一块 喝 想看画一块 通过这个事 你就想想 洛阳人对于汤的执念 有多深 就是 你看他把腿翘起来喝 半天憋死我 那你也蹲着 一般都一人坐一边 哪有两人坐一边的 你能想我位置 你去吃晚饭 反正我 我的汤子喝这么多 但我想 才想再来一点 睡一睡 有你找厕所的 你们是哪儿的 我是北京过来的 他就是厂里的孩子 咱们这风俗饮食习惯 还是挺清楚的 您是经常来他家吃吗 我是 一周怎么都得来个四五次 一周也就五天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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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周六周日 周周日 你也给自己放个假 对 对 看我们老板的泥酒 老板 真的是 老板喝完了 青汤牛骨 哦 牛骨青汤 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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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口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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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把汤打包走的办法 你们简直是造福 在全国各地 全世界各地的洛阳人民了 所以你们就 有此可见 洛阳对汤真的是一种执念 满足他们吧 大家想办法吧 好吧 记得告诉我们吧 拜拜